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麥克大叔 那緊接著就來到 長存路上非常有名的高家莊米苔木 那這家店是晚上6點營業到凌晨4點 所以這家店我一直沒有機會來吃 今天就有機會,那就來品嘗看看他們的東西 然後這是這家店正面的樣子 然後這邊有寫說,就是有非常多的媒體有採訪過他們 感覺東西都蠻好吃的 在滾得很香喔 好,這樣 那小菜具感覺也蠻厲害的 請一下那個,滷大腸一份是多少 好,那就滷大腸,然後 滷肉飯跟這個米苔木好了 來,謝謝 好,那店裡就非常忙碌的感覺 用餐區很多人我就 照腳這樣 好,那就先從這個滷肉飯開始好了 因為我跟別人並做,所以會有旁邊的盤子出現 好,那就試試看這個滷肉飯 感覺好像還蠻傳統的 哦 哦 哦 嗯...肥滋滋的哦 是 甜中帶鹹的味道 但是他有一個 有一個八角香味我比較不喜歡 那個味道比較強烈 但是它這個肥肉的這個肥滋滋的程度 跟這個醬汁我覺得處理的蠻好的 蠻好吃的 那分數我覺得是86分 它應該就是有個八角味比較重 如果你喜歡那個味道的話就沒問題了 這個是滷肉飯的部分 不過生意是真的還蠻好的 它每一口每一口都有點黏嘴巴的感覺 而且還蠻不錯的 滷肉飯的部分處理的還蠻好吃的 好那再吃吃看他們這個滷大腸 應該是這邊招牌的 然後下面還有一些薑絲 我先吃原味的看看 它是甜鹹甜鹹的味道 但是鹹的味道有比較重 這個應該是配白飯吃會 比較好吃一點 稍微醬汁的比例重了一點 所以它有點把它這個 油脂的香氣有點蓋掉 個人覺得有點膩口 那個醬汁味道過重了 把它這個大腸的香氣有點蓋掉了 但那口味是很個人的觀感的 那也許有人喜歡這樣的重口味 我個人是稍微沒有那麼喜歡的 那我覺得分數是80分 蠻重口味的 它那個香料味也是很重 有點太重了 有點吃不出這個大腸的香氣 整個都這樣壓下去 那這邊可以看到它這個香料在這邊 就是八角 八角我個人覺得太重了一些 可以下的少一點 不然就把這個大腸的香氣都壓過去了 好 那最後吃吃看 他們這邊應該算是最招牌的米苔吧 那我吃吃看 嗯...湯頭還蠻古早味的 有個小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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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小袋子喔 那吃吃看喔 那吃吃看喔 它的米苔木吃起來比較軟 嗯... 個人覺得啦 它這個...味精的味道下比較重 其實個人認為啦 這個米苔木應該是要以這個大骨湯 跟這個 內臟的甘甜味為主啦 它的味精的味道也比較重 所以個人認為 再加上這個軟軟的口感 我不喜歡 那我覺得分數是 80分 它價錢上算是蠻取勝的 以這附近這一帶來講 它的價錢算是比較便宜的 那這個以上都是我個人的觀點 好 那個人覺得好吃的米苔木 還是這個 大銅鬚的比較好吃 個人覺得 這...這...這... 就也就還好而已 好 那這一家我認為 稍微比較普通 然後剛剛那個我吃的小籠包 我老婆覺得 沒有頂太豐好吃 就讓各位做參考 雖然剛剛那個烏龍茶小籠包 我很滿意耶 那這一家我覺得還好 那剛剛那一家的話 我是覺得小籠包比較好吃 然後其他就... 普通一點 那這些就讓各位做個參考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